溜溜达达看一世界,不慌不忙走天涯,我是溜达君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世界上最豪华的菜市场,Markthell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菜市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座城因为有了大大小小的菜市场,才有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一般而言,它也是城市中最接地气的地方 但今天,溜达君带大家去看的这个菜市场 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它,高、大、上 Markthell菜市场坐落在荷兰的露特丹市 它是荷兰第一家室内市场,也是全球首个菜市场综合体 囊括了菜市场加商业加住宅加停车场等在内的综合超级市场 这个菜市场也是世界上最为奢华的菜市场 据悉,该菜市场建筑总耗资超120亿,历时10年建成 它由荷兰著名事务所Vinimars设计 整个市场的外观呈现独特的拱形 内部拱顶是马蹄形,造型独特使人一眼就看到它 为了增强菜市场对于女性顾客的吸引力 在市场内容的拱顶上设计了面积达11000平方米的弧形艺术区 被称为风饶之角 上面的巨型壁画展示着新鲜的花果蔬菜、花卉等敬物 一拍生机勃勃的感觉 菜市场自2014年正式开业运营 自开业以来,它就备受瞩目 在开业当日,荷兰王后都专程着一身花裙前来剪菜 凭借着独特的拱形外观和炫目的巨幅壁画 Markthor菜市场更是成为荷兰的地标性景观建筑 日常来这里采买果蔬旅游的人络绎不绝 且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有 开业一年时,菜市场一年的人流量就达到了上千万人次 现在有旅游业的带动 菜市场一周的人流量能达到100万人次 非常火爆 Markthor菜市场还实现了一种独特的设计 菜市场加住宅相结合 菜市场的各式货架上摆着新鲜的蔬菜水果 这里还是路特丹最大的每周露天生鲜食品市场和五金市场 此外,这里还设计有228间公寓住宅和1200个地下停车位 完美地做到了衣食住行一体化服务 一般菜市场给人的感觉就是噪音不断 但是,住在Markthor菜市场周围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因为菜市场面对公寓的一侧的墙壁 采用的是隔绝噪音设计,人性化十足 在Markthor菜市场就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艺术场馆中买菜 这种感觉满满的高达上了 貌似这种超大规格的菜市场在中国还没有 真的好期待在中国也出现 我们身边的菜市场大多嘈杂的很 无论是从治安还是从卫生状况上看都差了些 你们觉得Markthor菜市场在中国试用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